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 歡迎你來到今天我們這個網上的釋經討論會 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題目 就是講到基督徒的權並和能力 我們的權並和能力是非常之奇妙 而且是非常之偉大的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 並且有各樣的權並 但是很多基督徒也不覺得這麼特別 他們沒有去欣賞到我們有神的兒女的權並能力 我們的身份特別 我希望會幫到大家看到我們有神的兒女 是非常之特別的身份來的 還有很多方面的我們的權並能力 都是神賜給我們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傳給大家的筆記 第一就是講到神兒女的權並我們有神兒女的身份和權並 第二就是神有一切的能力和權並 一切權並能力都在神的手中 一切都是屬於神的 所以所有的權並能夠將所有的權並賜給我們 第四就是神將萬物都給我們的 第五就是賜罪的權並 神給我們得賜罪和我們可以賜免人的罪 祈求得著的權並 還有能力的應許 我們有的能力 第八就是勝過魔鬼的權並 第九是行神職的權並 第十就是領受祝福的應許和權並 就是能夠領受各樣的祝福的 第十一就是進入神完美計劃的權並 那這也是很特別的 如果我們深深的相信神給我們的權並 我們整個人的生命就會很有信心 就會很平安 能夠放膽去做很多偉大的事 我們知道是神所喜悅的 我們就不會輕看自己 如果基督徒深信自己有的權並和能力 我們就不會輕看自己 那我們第一次 這次就講到神兒女的權並 就是我們是神兒女的身份 我們是因為我們有這個身份 所以我們是一個很特別的權並 因為譬如普通在世上 如果一個人是一個大有錢人的子女 那他都會有他的權並 或者是一個王一個總統的子女 他都是有很特別的權並和能力 是有很多的機會 那何況我們是神兒女 神的兒女這個是非常之特別的 那希望我們都會珍惜這件事 那這個經文就有兩個的 一個就是約翰福音一章十二節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命的人 他就賜他們權並作神的兒女 那首先我就問一問大家去解釋經文 這裏解釋給我們聽 信耶穌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可以回應的 就是信耶穌在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信耶穌是等於什麼呢 大家可以放膽去講的 我希望大家都放膽去看這個經文 這個經文其實都很清楚的 講到信耶穌的定義是什麼 因為有些人就覺得我就是信 就是我就是信耶穌的 那這個經文就解釋給我們聽 信是什麼意思呢 這裏就講到凡接待他的 凡是接待他的 凡是接待耶穌的就是信他命的人 就是說我們信耶穌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接待他 接受他 接待他 譬如在以前的時代他接待遠人 的意思就是說他接待他在他家住 可以給他一些東西吃 那叫做接待 接待他進入他的家裡去照顧他 那接待耶穌就說我們是讓耶穌 進入我們心中做我們的救主和主人 不是只是頭腦的相信 是真是接受耶穌進入我們的生命中 成為我們的主宰 這個才是真正信耶穌 就是信耶穌不是只是頭腦相信 是說耶穌是真神 我就接待他了 我接待他進入我們的心中 做我們的救主和主人 這樣的人就是信耶穌 那神就賜給他們權兵作神的兒女 既然我們接受萬皇之王萬主之主 成為我們的主人 神就給我們的權兵了 我們就成為這個萬皇之王萬主之主的子女 是一個非常之尊貴的身份來的 就是說我們不再普通人了 我們是有權兵 我們有永生的權兵 還有我們有神祝福我們的權兵 是各方面的權兵 神都賜給我們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說 我接待耶穌做我的救主 原來和主人是會帶給我這麼大的權兵 如果一個人是一個皇帝的子女 他會覺得他自己的身份很特別 但是我們現在是萬皇之王的子女 而當我們聽神話的時候 神就會幫我們進入奇妙的計劃 有很多人都想他的生命發揮 想他的生命是進入一個豐盛的生命 有各樣的祝福 而聖經是告訴我們 就是我們信靠耶穌接待他 我們就有這個權兵了 然後以後我們的生命可以極度的提升 可以得著各樣的恩賜 整個生命發揮 好像我自己我真的發覺 我整個生命提升 被神提升可以進入不同的領域 那這個就是一個 就是做神兒女的第一個權兵 是一個很特別的權兵 就是我們有神兒女的權兵 那接著呢 羅馬書八章十四節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 都是神的兒子 那這裡就告訴我們 被神的靈引導 就是神的兒子 那這裡就 我想問問問大家 由這個經文 我們可以達到什麼結論 關於聖靈和我們的關係 有沒有人想回答 由這個經文 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基督徒一定有 和聖靈的關係是怎樣的 有沒有人想回答 在這個經文裡面 很容易看得到的 聖靈是 是 和神的兒子 應該說 凡被聖靈引導那些 都是神的兒子 那就是說 很近的關係 是神的兒子 是的 OK 是 沒錯 很近 那這個經文直接說的是什麼呢 經文直接說就是 聖靈和我們的關係是怎樣的 它會做什麼工作呢 它會做 它會引導我們的 OK 那我們嘗試思考 引導包括什麼 包括它做什麼 還有它有什麼能力 才能夠引導我們 就是我們思考經文 思考經文就是由那個致詞去思考 到底神有什麼屬性 有什麼恩典 祂為我們做些什麼 然後呢 就是這樣才叫做引導呢 那祂一定是愛我們才會引導我們 是 沒錯 除了愛我們呢 它有什麼能力才能夠引導我們呢 它可以進入我們的心靈 是的 那這個 譬如你形容一下出來 就是 譬如人有沒有這種能力呢 這種能力能夠進入人的心靈 這種能力是怎樣的呢 人是不能夠進入人的心靈 嗯哼 OK 那神進入人的心靈 你可以形容一下那個過程 去思想一下 去想像一下 神要做到些什麼 它才能夠引導我們呢 當人很接近神的時候 很親近神的時候 可能聽到神的一些 勸勉啊 安慰啊 嗯哼 或者看東西看得寬一點 的 是的 就是 嗯哼 嗯哼 是 就是呢 當我們有 我們是神的兒女的時候呢 這裡呢 講到呢就是 這裡有定義度的 凡是基督徒都一定有神的帶領 神一定會帶領我們的 那這個就是基督徒的特色 那呢 它一定有這個能力啊 就能夠進入人的心中 能夠 和我們溝通喔 能夠感動我們 凡是信靠耶穌的人 它能夠和我們溝通 它會感動我們 令到我們去跟從它 那呢 所有真信耶穌的人都一定會有聖靈的感動的 那所以有時候有些人 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得救 我就問他了 大家記不記得我問他兩樣東西啊 兩個經文有沒有印象啊 有兩樣是基督徒必定有的經歷 有沒有人有印象啊 那一個呢 那我先問了你 然後我現在講的答案 那大家就可以記住了 第一呢就是 聖靈來到 寶衛斯來到 在約翰福音十六章八節 那裡說呢 凡被神的靈引導的呢 對不起 我已經講錯了 是 講到寶衛斯來到呢 叫人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就是說聖靈來到呢 就會叫我們呢 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 責備自己 為到罪啦 為到我們犯的罪啦 為到義 就是我們應該遵從的 神的義 和呢 為審判 將來我們會接受審判的 為到我們會接受的審判 而自己會責備自己 就是自己的內心呢 會覺得不平安 會覺得不舒服 認到我們知罪 是 凡是基督徒 都會有這件事的 如果一個基督徒 他犯罪覺得沒有問題呢 他是 和神的關係是有問題的 就是有時候有些人 他說信耶穌 但我問他 你犯罪有沒有覺得不舒服呢 他說沒有的時候呢 那麼他有可能 他是沒有神 在他裡面居住 他不是真的得救的 就是有些人因為呢 他只是一種 就是 儀式性啊 或者是 循例式這樣回教會 他不是真的會改信耶穌的 沒有跟神有這個關係的 他會收不到神的感動的 就是凡是神的兒女 都會有聖靈的感動 第一是知罪 第二呢 就是在臨前十二章三節那裡 講到呢 如果不是聖靈的感動 沒有人會稱耶穌為主 就是說一個人會稱耶穌為主 就是一定有聖靈的感動 那另外呢 就是 加勒太書 五章 二十二到二十三節那裡 講到呢 聖靈的果子 就是人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賜良善信 實溫柔節制 就是有聖靈的人呢 就會結出這些果子 就是 他裡面會有一種動力 叫他有愛心 有平安 有喜樂 有關心 有耐心 有各樣的生命的改變 和他在行為上的改變 那這些都是聖靈內住的果效來的 那所以呢 如果有人說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得救 我們問他 你犯罪有沒有覺得不舒服 你有沒有想耶穌做救主 想耶穌卸面你 那如果他有這些呢 證明他是和神有關係的 那當然這個關係可以加強 那但是起碼他有這個開始 那如果他沒有的話呢 那我們就跟他說 那你真心知道罪的嚴重性 你信靠耶穌做救主 所以耶穌就會懈免你 會拯救你 聖靈就開始在你裏面做功的 為了我們所有煩的罪 我們都悔改 神就開始在我們裏面做功 就會感動我們的 那這個就是 聖靈會叫人知罪 這個是知罪的後果 所以這個是被神的靈引導的第一步 那也有神的靈會引導我們 叫我們去遵從祂 去服侍祂 見到有人有需要的時候 會想去遵從祂 這個就是一個得救的人 他會有聖靈的感動 那跟神關係好的人 會收到多些信息 但是其實每一個基督徒 都會收到神的信息 就是知罪的信息 和信靠耶穌的信息 是每一個基督徒都會有的 就不只是那些跟神關係好好的才有的 是每一個 因為聖靈來都會叫世人為罪 為疑為審判自己 責罪自己 那所以這件事情 是一個我們得救的表現來的 那凡是被聖靈引導的 神的靈引導就是神的兒女 他就是有這個身份 有這個非常之尊貴的身份 那我想大家去反思一下 大家 你想到自己是神兒女的身份的時候 你會有些什麼 就是會帶給你什麼感覺呢 大家可以回應一下 就是會給你一些什麼感覺 如果你想回你現在是神兒女 會令到你有些什麼的信心啊 你的生命的影響啊 或者你對於前路的看法啊 大家 會不會有些 就是可以分享一下 我們有這個身份的時候 對於你有沒有一個影響呢 有沒有覺得這件事情非常之寶貴呢 大家可以回應吧 就是會不會是 是的 你說吧 其他我先說 好像有一個人想說 是的 沒關係 不要緊,有誰想說就先說吧 我覺得神兒女的身份是將來可以 即是有將來永遠和主在一起那種的喜樂和盼望 OK,好,這個是將來,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將來呢? 在世很有依靠 任何困難,任何東西都可以靠主 我們什麼都可以祈禱和主溝通和神聊天 OK,好,非常好 還有沒有其他呢?我們有依靠 心會安穩 當然不是每一次想,想起這個身份就會即時感到安穩 但是如果相反的話,沒有想起這個身份 完全是覺得我只是一個人一個,我和主沒有什麼關係 那我自己會,如果我在這個狀態呢? 我就會經常很不安穩 經常被環境和人牽著走 即是影響自己心情 就是當我一想起自己是神兒女的身份的時候 即是聖經有過的 沒有人能夠傷害我的 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 即是聖經好像有一個經文 是這樣說的 耶穌說什麼呢? 耶穌就說 我已經賜給你全面 可以淺立蛇和蝶子有聖過仇地一切的能力 斷會有什麼能害你們? 是的,就是這一句 就會突然間覺得很安穩 嗯 就是這樣 OK,好,非常好 有安穩 有平安 有倚靠 還有呢? 有沒有人再想到其他? 嗯 知道自己的身份這麼寶貴 去做天父的寶貝而來 即是那個心呢 就是不單止平安喜樂 我當然覺得跟世人是不同的 我覺得身份就是 我當然有一個賤柄 要討告的賤柄 有那個… 我當然可以去做 去神裡面 去上去做 去幫人 我當然都可以去祝福到人 神就是被我祈禱 我當然要一個福氣 而且主要得著福氣 而且要祝福人的福氣 嗯,是 我們能夠祝福人 就是不單止自己得福 我們有這個權力去祝福人 就是這個生命有意義 是啊 生命有意義 是啊 就是我跟這樣的感應 那個我… 我跟他做一個… 一個… 就是成員 他有時就想令他感動我 上一次就說 不見了銀包 今次… 隔了一段時間我沒有聯絡他 我前兩天…前一天 想起他… 昨天想起他… 要銀包他 銀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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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找我 又說有些事 跟著… 人類想… 心情不好 想自殺 那… 跟著我就… 從他出來吃完東西 我就帶他回教會 那… 他現在就跟著了 就是他自己… 是吧 神就是這樣好 就是知道… 就是知道我的心 是願意去… 去幫助人的 他就事上會去聲音 會提醒我 去… 自己得著福氣 去關心身邊的人 祝福身邊的人 愛身邊的人 嗯哼 就是說呢 你這次呢 是聖靈感動你 去關心他 是不是 就是你發覺 自然發覺 他會有想自殺 是吧 是啊 跟著他講出來 就是聊天的時候 他講出來 知道有一個問題 今天我那個同工 就… 現在就會去… 和我這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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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電話關心一下 他會… 會…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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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這個情況呢 其實很特別 很特別是什麼呢 嗯… 那個聯繫 就是… 那個人有需要 是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次都是這樣 是啊 神會感動我們 是啊 然後我們會行動 就幫到這個人 這件事我想大家去想一想 在這裡顯出神的什麼屬性 和恩典 他在做什麼 有一個… 什麼… 作用在裡面發生呢 大家… 現在第二次了 都是同一個人 是 但是他現在就… 不同了 是… 一起去討告啊 他說他會去什麼 然後他會回教會 就… 就是… 總之神就好 我覺得神很愛他 嗯… 就是… 真的想… 什麼事都好 有什麼困難 上次還不見了銀包 身份證 他感動我 第一次我無理 第二次呢 我真的打電話給他 知道有什麼問題 我都說了給你聽的 現在… 兩天呢 昨天… 昨天… 我呢 我就知道… 就是好像… 他今天… 他今天是找你 他今天… 好像不是… 今天是你找他 還是他找你 是啊 他打電話給我 打電話給我 他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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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我昨天呢 我就… 我就… 覺得他這麼久都… 一會兒想起他 欸… 好像很久沒有… 玩他了喔 個個阿靈 欸… 走到前面就遇到他 遇到他呢 我就說 哇… 很久沒有見你啊 我說實在好啊 接著我就跟他祈禱 按手跟他祈禱 吃完土力今早就玩我 十二點多的時候玩我 玩我 接著我就… 我有點事做了上班 接著我回去做玩具 玩具出去吃東西 吃東西 今天他就看到我心前後差 看到他想要自殺的傾頭 接著我就打電話回教會 OK 其實就是你想起他先的 昨天… 是不是 你想起他先 然後就撞到他 昨天和前一人 我等著一聲想起他 OK 昨天就真的撞到他 接著我就即時跟他 按手祈禱 嗯… 我沒試過他 這樣反應 我即時跟他 按手祈禱 OK 接著他就… 今天就找我 就是… 就講出這些東西 OK… 好了 在這個過程 有沒有人想回應回 在這個過程中 神做了一些很特別的事情 對… 嗯… 還有我們神兒女的那種… 在這個過程中的一個特別的身份 有沒有人想說 看到天父… 是… 天父… 是… 是… 天父… 天父… 都知道 是… 是… 他知道美國人需要… 是… 想…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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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令你想到一個什麼的… 好像一個什麼的系統 一個系統 大家可不可以用一些想像力去… 去想一下這個系統 可不可以去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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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創造我當然就是這麼奇妙 就是… 我當然是… 怎麼說… 就是… 在想什麼做什麼神都知道 OK… 是… 還有沒有人想說的 就是一個系統 神好像有一個系統 有一個系統 祂在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那大家可不可以… 有沒有人想嘗試解釋一下 因為… 我想大家… 用一些… 想像力… 不是… 不是好像… 幻想啊… 而是根據聖經 根據… 我們… 所聽到的神的工作 去明白… 神那種… 祂的工作那種的… 祂的一個系統 就是好像… 我用一個比喻講 一個形容… 這個世界有一個叫… Ecosystem 就是… 那些… 生物呢… 都有一個系統的 譬如那些細菌啊… 那些… 那個植物啊… 那些動物啊… 那些… 啊… 那些風啊… 那些… 那些… 汽流啊… 那樣樣東西呢… 在這個系統裡面呢… 就會供應不同的生物 這一種生物 又供應另一種生物的… 需要的食物 這樣呢… 就… 整個系統有一個扶持的 是令到整個系統呢… 如果不是人破壞 是非常之美好的 好…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赤先生他所講的,分享的,我們看到一個什麼系統 牧師是不是在講共生系統 是啊,赤先生我講的那個是Ecosystem 就是共生系統 是啊,沒錯,但是我現在就不是講那個系統 我只是講那個作為比喻 我現在是講到,赤先生剛剛這個節目所分享的事情 我們看到一個神的什麼系統 他跟別人有連結 是啊,你繼續講下去 你們講下去 講下去,將他這個系統 跟先生所講的東西連在一起 他跟別人有連結的 是啊,你會知道 譬如A有需要 那他又會 他會選B去幫A 或者不單止只是選B的 可以同時間選B、C、D 幫A也可以 是啊,沒錯 他也會同時間跟A講話的 是啊,是啊 還有我深信 在一個時空裡面 一個時間裡面 其實就不單止只是幫一個人 可能同時間幫很多個人 也都選了不同的人 同時間幫不同的人 這樣 是啊,沒錯 好啦,那你會看到這個是一個 你會形容他給一個什麼名字 他這個這樣的系統呢 即是當我們將一個東西對體化 我們都可以將他給一個名字 他 神是全知全能 嗯 人是 人是在哪裡都同過神的 避不到神 是啊,沒錯 這些都是對的 其實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達的 我想到一個 一個形容這個系統 就是一個 互助的系統 就是神呢 他會 在這個系統裡面 所有他的兒女 和他想祝福的人 其實神想個個都祝福的 不過有很多人因為不開放 所以得不到神的祝福 神就會感動不同的人 去幫助不同的人 好像譬如我們想回我們信耶穌的時候 是不是只是一個人幫我們信耶穌的 大家講一下 是不是只是一個人 或者其實有不同的人 都有影響我們的 大家可不可以講這個 就是一個系統 一個互助系統 就算幫一個人信耶穌 都不只是一個人去做事的 有沒有人想講一下 就是譬如你信主的時候 你發覺 就是有些什麼的人一起在那裡做事 以致帶領到你信主 就是不用詳細講的 就是簡單講 就是帶領一個人信主 是不是只是一個人的工作 還是到底神做了些什麼工作 信主的過程 對我來說就是 小學有試過有人傳給我 東學有試過有人傳給我 出來做事 或者課餘時間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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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 time的課程 都有人傳給我 嗯 嗯 是 很多種方式 很多種渠道 很多人 OK OK 那你看到一個什麼系統 就是一個網絡 信徒的網絡在那裡 是 你說完 就是不要只一句 說完出來 這個系統怎樣工作 怎樣幫助人 就是由年少到 靜年到 中年都會有 信徒在那裡工作 嗯 各有不同時間 按臣的指引去工作 是 是 非常好 那同時呢 他們是幫助一個受助者 但是同時那些幫助人的人 也都得到什麼的幫助呢 就是一方面呢 他們去幫助人 但是那些幫助者 其實同時也都得到什麼幫助呢 傳教的經驗 就是 知道不同人 用什麼不同的方法去傳教 嗯 是 那麼 除了經驗呢 根據聖經講 他們還得到什麼呢 還得到什麼呢 哪個都可以回應的 其實我幫大家 會賞賜他們 是啊 神會賞賜 是啊 OK 還有呢 今生這些人會得到什麼呢 會得到過百倍 是啊 得百倍啦 除了得百倍呢 還有呢 其實我一直幫大家呢 就是怎樣呢 將我們由聖經所學到的 全部呢 將它 綜合在一起 我們當我們想到任何真理的時候 都將它這些所有的真理 綜合在一起 那我們就有一個系統式的 認識神的作為 得到百倍之餘 都 可以來世得永生 OK 好 這個是其中 嗯 還有會今生還得到什麼呢 你說的全部是對的 不過我想你 就是說整傳說了所有各方面 是那些幫人的人得到的益處 大家都可以說的 我不是說了很多的 有什麼動力推動我們去 祝福人 去愛人 去關心人 有什麼動力 我不是有說到 各方面的動力呢 大家有沒有印象 OK 好了 你說吧 你說吧 幫人會喜樂 是啊 幫人的時候會喜樂 是的 就是 那個喜樂呢 應該是很多人在想著怎樣喜樂 嗯 如果用人的方法 可能看唱戲啊 吃餐好啊 這些 其實是 或者賺多些錢啊 升職啊 賺多些錢啊 其實呢 那個都不是叫喜樂 那只是 開心一段短暫的 嗯 但是那個身正的喜樂呢 我想是很心靈的 嗯 而不是 錢賴到 不是物質沒有抓到的 嗯 當人的時候 就是以我自己的經歷呢 我覺得幫人的時候有個滿足 是的 有個 如果我真的幫到一個人呢 我會 很開心 嗯 嗯 就好像 嗯 正經 有句話 如果一個人呢 信主呢 天上的天使 一起為他開心 嗯 嗯 當時還是 用眼睛去閱讀經文 嗯 但是原來我真的幫到一個人的時候 嗯 那個 真的好替他開心 好喜樂 嗯 嗯 好 非常好啊 就是你 那你 將幾樣東西聯繫在一起 那這個非常好的 就是我希望大家呢 時事都將聖經的真理連合在一起 那一 一想到一樣東西的時候 我們馬上由聖經 看到聖經還有講些什麼呢 那 好 那我現在我 總括了 就是我想講到 我們被神的靈引導的人 其實呢 會 進入一些什麼的恩典福氣 還有呢 看到神的這個 幫助人的系統是怎麼樣的呢 就是 神呢 是知道了 這些 所有人的需要 所有人的狀況 他已經是 定義去幫助這些人的 那麼 他呢 就會有定的計劃了 就是在某時 某日 就會有這個人去幫助他 譬如我自己那樣 首先是一本science的書 令到我去改變 這個science的書呢 就是神感動這個科學的作者 他會在這個書那裏呢 前言那裏呢 講到關於神 那這個都是神感動他 那 然後他就寫出來 那我也都相信呢 是幫過很多人的 他這本書所講的說話 那是幫助到我 那如果我 有機會見回這本書 我都可以告訴你 不過這個作者 可能應該都不在世了 因為那時候我還是 很年輕 是中學的時候 那可能他都已經不在世 那但是呢 在天堂神就告訴他 你做了這件事呢 你幫了很多個人 其中一個是業牧師 那就是 神有一個系統去幫人 是很多個人一起配合 在適當的時候 用適當的說話 神也都在人的心中感動他 讓他去思考關於神 那也是神的靈 透過人傳講的福音 和神的話語 去感動人去思考關於神的 首先神有這樣的系統 一個系統 不只是一個人 是一群人 不同的來源 就好像你們的生命 一方面你在你的教會 得到幫助 或者你們 帶你信主 有不同的人 帶你信主 然後呢 跟著呢 透過我們這個 父親宣教事工 我們的適逢操練課程 和我們網上的課程 那你的生命 得到提升了 然後呢 然後呢 你們又會有心去傳福音了 又會分享了 又會堅固人了 那一方面就是幫助到人了 第二方面呢 就是幫助到人的人呢 神也都有系統提升他的 神呢 會感動他更多的被神使用 神賜給他恩賜 能力才幹口才機會 神又紀念他 神知道他是有心愛神呢 神就喜悦他了 神就為他預備 他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 聽見人心未曾想到的東西 神會給他足夠的智慧 恩賜 機會 是今生有的機會 還有呢 各樣的祝福 各樣的智慧 神會教他怎樣去幫助人 然後他幫人的時候 神是會紀念每一樣東西 也都叫這個人幫人的時候 心裡面是很滿足很喜樂 他自己也都得福 那大家有沒有聽到我講了很多東西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神給他喜樂 神給他機會 神給他恩賜 神給他讚賞 叫他享受 他侍奉神 那這些都是看到一個系統 就是凡在這個系統裡面的人 無論是幫助者和受助者 都同時得福 那真是很特別的 原來神的靈引導我們呢 是會叫所有有關的人 只要他是接待耶穌作他的救主 和主人的話呢 他都會進入這個系統 他整個生命會提升 是一個非常美好的系統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是神的兒女 真是好到不得了 真是好到爆棚 是有很多很多的福氣等著我們 我們是想像不到的 是超乎我們想像 多少的福氣會進入我們的生命裡面 OK 大家明不明白我所說的 就是說這個系統 我希望大家去思考 那這個也是我們聽到聖經之後呢 我所講的都是聖經有講過的 聖經都是有講到 神呢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又得一處 還有呢 神會紀念每一個人所做的 神又給人恩賜 神又給人機會去發揮 提升我們的生命 叫我們 有人專心愛神呢 神就叫他提升他的生命 叫他 將他安置在高處 那這些都是聖經所講的說話 就是我們將他一個系統 在他心裡面全記住 原來神有這麼多恩典福氣的 所以我們就全身聽從神的話 OK 好 那我們今天到這個為止 因為我們跟著有一個 另一個Zoom的聚會 我們一起祈禱好不好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賜給我們各樣的福氣 我們能夠成為神的兒女 是一個很大的權兵 這個權兵就是說 讓我們進入一個寶藏裡面 是很多多元化各方面的祝福 都隨著我們 當我們越跟從神 我們就越進入更強烈的祝福 更高層次的祝福 我們得福 別人得福 求主幫助我們 時時感激神 時時享受神 遵從神 遵從神 是必然得福的 因為你有一個系統祝福 凡是 接待你做救主的人 這些人呢 都會有神的兒女的權兵 並且進入各樣祝福的權兵 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我們多謝讚美天父 感謝讚美天父 來到奉主耶穌聖明 阿門 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 大家明不明白到 這個系統多麼奇妙 就是神做事 在一個整個系統去工作 那我希望大家都學到我這樣 就是因為我時時都感激神 所以我什麼東西都看到神的作為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